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挂匣子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小羊苏西来这里找佩琪一起玩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琪 佩琪和苏西是最好的朋友 他才看 我昨天遇到了什么事情 昨天的时候我去鸭子池塘 然后见到了鸭太太 好吧 我昨天 后来我又和我的妈妈一起去了超市 我们买了面包 胡萝卜 你怎么了 你的话实在太多了 一会儿说去池塘 一会儿又说去超市 一直说个不停 我不喜欢你这样 妈妈 苏西说 我的话实在太多了 那个 你是有那么一点像画匣子佩琪 哇 匣子 说得没错 一直说个没完 一直说个不停 一直说啊 说啊 说啊 你的嘴从来都没有停过 只要我愿意的话 我就可以一直不说话明白吗 不 你做不到的 可以 我可以做到 你做不到的 我可以做到 你做不到的 好了 够了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说话了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你今天真漂亮啊 谢谢你 苏西 这条是我的新裙子 奇怪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佩琪 就是啊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佩琪 这个游戏太没意思了 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啊 苏西说我是个话匣子 她还说我永远都不会安静 你现在就不这么安静啊 佩琪 不是吗 够了 我再也不会说话了 永远都不会了 就从现在开始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丹尼 你好丹尼 佩琪她这是怎么了 她再也不说话了 哦 谁想要吃葡萄 我想要吃 我也想吃 你不可以点头的 这算是作弊了 而且你也不能眨眼哦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佩戴罗 佩琪 她这是怎么了 她永远都不再说话了 永远都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她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胡说 我才没有说那么多话呢 那么你呢 你还总是像这样走路呢 哦 看看我 我是小羊苏西 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而且你还会这么说 密奇马七步八步 我才没有像你这样呢 这个样子是有那么一点像你 苏西 苏西你其实也和我一样长 我可以很安静的 这可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也没有那么困难啊 佩琪 好啊 那么你来试试看吧 那我们都来试试看吧 我们去做给我妈妈看 妈妈 我们要一起保持安静 是非常的安静 甚至安静到可以听到东西掉到地上的声音 像老鼠一样安静 可你们一点都不安静 你们几个小家伙都很吵啊 只要我们想的话 我们就可以安静下来 我数到三之后就立刻保持安静 一 二 我还没有准备好 好了 开始吧 一个就各位 预备 准备好 三 大家好 我回来了 哦 我还以为家里没有人呢 佩琪和她的朋友们在玩保持安静的游戏 这不是在玩游戏 这可是非常难的事 哦 佩琪 佩琪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不说话 嗯 爸爸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个话匣子 这又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佩琪 说话很好哦 其实啊 我认为你非常擅长说话 说得对 说话可是我最擅长的事情了 我也非常的擅长说话呀 你可不擅长 我才是话匣子呢 我说的话比你说的还要多呢 你们两个都一样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佩琪喜欢说话 苏星喜欢说话 大家都喜欢说话 我不信大腿 Papa Pig Papa Pig